今天我们将会继续讲述胡适的故事 从1917年到1925年 胡适回国的声望 经历了一个从高到低的一个大幅的曲线 五四运动之后 青年们越来越往激进的革命路线上靠近 而胡适不但不要革命 还提出了好人政府 就是希望在北洋政府的框架之下来改良政治 1924年冯玉祥驱兵将末代皇帝赶出故宫 胡适认为这有备契约精神 为溥仪辩护 学生们马上马他复辟 1925年在年轻学死的心目当中 胡适甚至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反面 他的声望下降到了最低点 一个北大学生在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当中说 你已经从白齿干头掉下来了 1922年5月17日 胡适在家中正看书 突然电话响了 电话那边问道 你是胡博士 好极了 你猜我是谁 胡适很不耐烦 道我听不出来 电话那端传来一阵笑声 然后说甭猜了 我是宣统啊 胡适一下愣住了 他自言自语的 宣统 皇上 溥仪在宫里安了电话以后 查电话簿 然后就给胡适打了个电话 本来是打着玩儿 然后说我想瞧瞧你 这胡适就真的就去见溥仪了 辛亥革命后 民国政府与清亭达成了大清皇帝辞位后至优待条件的协议 末代皇帝溥仪仍住在深宫中 在英国杨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 溥仪对红墙外的世界充满好奇 他知道新文化运动 也读过胡适的常识集 一个星期后 胡适在太监的引领下走进故宫养心殿 我称他皇上 他称我先生 他的样子很清秀 但单薄的很 室中略有古丸陈设 靠窗摆着许多书 抗基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 一个称皇上 一个称先生 其实就是一个称谓 宣通帝的地号是没有为废的 因为他是缠缠 等于是 他把清氏缠缠给了共和 所以他称他皇上也没有错 溥仪说他很赞成白话诗 谈及出国留学 他说 我们做错了很多事 到这个地位 还要迷费民国许多钱 我心里很不安 我本想谋独立生活 不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 但许多老辈人反对我 因为我一独立 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胡适和溥仪聊了二十分钟 出了宫 胡适见溥仪的消息传出后 舆论哗然 很多人说胡适仍有封建臣民的情节 面对非议 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写了一篇 宣通与胡适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 在宫中很寂寞 很可怜 想找个人谈谈 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 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 还不曾洗刷干净 一件很有人味的事 成了怪差的新闻了 他不是把他当成一个皇帝 他是把溥仪当成一个人 你说你让我来看看你 我就来看看你 看看你是怎么过的 现在我们要赶走 躲在紫禁城里的满清皇朝的余孽 胡适与溥仪见面风波后两年 1924年 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 驱兵将溥仪赶出了故宫 并废除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 当时全国一片叫好之声 他要如果不放下武器抵抗的话 那到处都是血流遍地的嘛 他放下武器嘛 然后就给亲共相应的 优惠的待遇啊 是达成了协议才人家退位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你这个承诺只要民国的法统还在 他就是有效的 胡适在政治上 那么他所追求的这个目标 一直是一个宪政的这个目标 是吧 政府你首先要遵守这个 你自己制定的这个法律 是吧 如果你不去遵守你的这个法律 你也不解约你对不对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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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条约是国际共人的都承认的嘛 是不是啊 你又不解约你就要武力把人干着了 在中国的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有一个契约精神的流失 这种契约精神流失使中国历史 形成了以全毛为特色的厚黑血 为这个事情他对着了钱宣藤刘出作人 因为钱宣藤跟出作人还是认为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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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 我有一个比较咒浹 也还有一个比较咒浹 也集在宣藤 ambit 如果你知道 Traum qualified 这个文件 要够透辟辗算 哦 也就是 李先生强调的就是程序 意思是 先生不讲是否只正义 他不知道 他只是讲试系正义 也就是在程序正义这点上 或是不能接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本身就埋下了一个隐患 这个隐患就是后来有满足过 溥仪也是心里憋着一股气 才会跟日本人合作去了东北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从胡适 当时是站在一个非常理性的立场来看问题 总体来看胡适对很多大事情的判断上 都是比较客观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民国十年八月二号 胡适来到安徽省安庆第一中学做讲演 讲演完毕之后 消防主席要求听众起立 要胡适在安庆多住几日 否则大家就不坐下 胡适当场大多 说我绝不赞成这种要挟 大家一下子很尴尬 这里是安徽省安庆的第一中学 民国十年八月二日 胡适来到这里做讲演 那一天天气非常热 胡适讲得满头大汗 八月五号这一天 他先是讲八点钟开讲 讲到了国语运动和国语教育 从九点半他就讲到了好政府主义 那么胡适他一直是多研究问题 少谈主义 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格外关注呢 在安庆一中 胡适为什么大谈好政府主义 打破了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呢 这与他的一个好友有关 他就是丁文江 从英国留学回来 他学的专业是比较特殊 是地址 他走遍了祖国的 尤其西南那边的万人先生 一个人能够走遍万省青山 他和一般的那种 搞文科的 搞那种知分的是不一样的 他生存能力强 他对社会的了解 遇到各式各样的人物 和地方政府 和地方当局 地方的有势力的人物 都要打交道的 了解他实际上 他对中国现实政治的了解 要比胡适这些人 要深得多 他跟胡适是好朋友 他就这样胡适 中国就是这个政治 之所以怎么复杀 就是首先是这个政府 都是坏人掌权 为什么后来叫好人 因为你这样说 好人不出来 中国就在这 由于好人都觉得 这个政治政府太肮脏 都不愿意参与到里面 他说这样不多 他说我们不参与 谁参与 他就是他和胡适 两个人之间 还有一场争论 胡适呢 他这个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要给这个中国 立个百年年打击 就是教育人 改造人 到国内一看 这个政治很混乱 他就听说 至少二十年不谈政治 所以他是想要 做长期的努力 思想文化 胡适说认为这个新文化 这个最文化建设 是一个最基本的建设 但他举了很多事 他说在这个腐败的 专制的政府之下 你的文化 很多文化建设 都没有办法进行 从南方回北京后 胡适自己办了一份杂志 叫努力周报 他在创刊词 努力歌中这样写道 天下没有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 自命为好人的 都说不可为 那才真正是不可为了 很快 胡适在努力周刊第二期上 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 李大钊 蔡元培等十六人 都在上面签了名 他们提出 建立一个公开的政府 宪政的政府 有计划的政府 不过河河胡适 陈独秀 这个陈大钊 他们实际上 有很强的 舌头情节 他们有很多 舌头的气质都在 舌头的决动是什么 舌头的决动是认为 这个政府好不好 关键在人才 有好人就有好人 我们的政治主张 发表后 作为签名人之一的 李大钊 给身在南方 一任中共书记的 陈独秀写信说 好人政府 是当前混乱局势中 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 陈独秀回信说 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 放在好人当政上 还是跪着造反 不触动封建军阀政权 进行软弱的改良 无疑是书生们的一厢情愿 果然 胡适的好人政府 成了军阀玩弄的工具 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 所以好人政府 胡适后来就很沮丧 那么满腔热情 想改造这个 参与到政治里面去 结果却被军阀这样玩弄 这是一种很好的努力 很好的尝试 但是确实是一个坏想 1923年9月24日下午 胡适在中古寺的家中 没有出门 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 打破了宁静 来者竟然是陈独秀 陈独秀这次前往苏联 参加共产国际的四大 路过北京 特地来看一看老友胡适 胡适大喜过望 1922年9月24日下午 两人聊到了黄昏 陈独秀才告辞 这次见面 陈给故事留下了 很好的印象 他在《努力周报》29期发表了 谁是中国今日的 12个大人物一文 将陈独秀的名字列了上去 这个陈独秀和胡适的关系 不是当时很好 就是中一辈子都很好 比如有一次 这个陈独秀被南京 30年来惯了 胡适从北京出台到南京 没有看他 陈独秀就很不高兴 不过来看我了 是不是 这也是关系很好才说这个话来 胡适每到上海 肯定是第一个见的肯定还是陈独秀 1925年11月 胡适到上海 又在亚东图书馆见到了陈独秀 聚在一旁听两人谈话的汪元放回忆 两人起初都很高兴 但谈着谈着便吵了起来 先是听到陈独秀质问胡适 是之 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 胡适很生气 说 哪有帝国主义 哪有帝国主义 胡适一向温温而哑 为何在帝国主义问题上 如此情绪失控呢 第一国主义这个姿势 1922年被推出来了 那个时候 第一国主义是个什么问题 第一国主义无非要侵略 你土地进行之内 你那个时候有国土危机吗 中国当时没有面临 亡国灭种的这样的一种危机 中国真正又面临重大的 这个危机是918以后 日本人要侵略中国 实际上 胡适与陈独秀争论的核心 在于 中国是应该走 英美的渐进改良道路 还是应该走 俄法的革命道路 就在五四时代 陈独秀和胡适 他们追求的东西 也是不一样 我们知道 陈独秀更偏下于 法国的启蒙主义 他更信仰的是 法兰西的那一套 那么胡适信仰的是 美国式的自由主义 就是更像美国 所以他们的不同 跟性格有一定的关系 更多的是 跟价值观有关系 本身他们的知识背景 他们的成长经历都不一样 我觉得中国也很有意思 它特别不容易接受英美的东西 而英美的东西是不悲壮的 不失忆的 是非整体主义的 是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 一天一天的解决问题 这个东西大不合乎中国人的脾气 在这个问题上 我倒觉得中国人脾气挺像反文 浪漫 冲动 激情 悲壮 但是说实在的 这些美好的东西 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灾难 我们越往后面 作为学者的胡适认为 相比于强调帝国主义的威胁 耐心的启发明智 解决中国本身的一个个问题 更加重要 但作为政治家的田都秀认为 在政治混乱 内忧外患的中国 不采取直接行动 去唤醒民众 就根本无法解决 中国内部的矛盾 但是外交问题 是最能够引起 人的民族情绪的 这是在永远 在任何时候都是 今天也是仍然如此 所以它不是一个救亡问题 实际上就是一个启蒙 被扼杀的问题 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 还不能非常理性地 看待这个自身面临的问题 就是像胡适这样 比较清楚地看到 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火起之冒了 当然他也可以火起之冒 为什么,他小嘛 他比陈独秀小12岁嘛 小兔子在老杜的面前还能撒点叫嘛 所以我们老看这个胡适宽容 在陈独秀几次的面前我发现不宽容的 是这个胡适了 而陈独秀向来是个炮装 现在是一点就着的 这两次争论的时候都他吃下了 胡适讲的罢了 1925年 对胡适来说非常难熬 3月他6岁的女儿素斐因肺炎炎武成肺结核 以致夭折 年终与妻子离婚失败后 胡适本想南下脱离情感之苦 没想到又遭学生们唾弃 上海学生联合会给胡适写信 隶属胡适拥护复辟余孽 摧残全国教育 蔑视学生人格 1925年11月29日下午5点 位于北京宣武明大街的陈报馆 被游行群众捣毁 并复之一句 原因是陈报围绕苏俄是我们的朋友们 展开大讨论 康尔和在给身在上海的胡适信中说 京中状况凝雾可不 白昼纵火烧报馆 此时何等景象 假定那个报纸本身发表了错误的言论 那你烧报馆的行为实际上比这个 报纸发表那个错误言论的那个危险性更大 因为你从根本上剥夺了人家的这个 发言的权利 表面上看是草根结底 是民粹的运动 实际上是少数精英操弄民粹 用最美丽的语言 最集中激动人心的这个讨号 去输入大众的非理性情 胡适随后在信中向陈都秀征求意见 陈都秀反问他 你认为城堡不该烧吗 陈都秀认为是活该 根本性的分歧就胡适更强调这个个人的权利 个人的自由 强调这些基本的人权 而陈都秀呢 他更强调以通过革命的手段 雷霆霹雳一样的手段 去达到一个美好的目的 一个是强调手段的合理性正当性 一个强调目的的正确性完美性 这就是他们的分歧 陈都秀的活该两字大大刺激了胡适 他给陈回信说 你我啊这个尽管政治上有个分歧 但是我们之所以还能维持有益 就是在我们这个这个思想 那个底子里面还有一些容忍 这个这个精神在 今天我们将会继续讲述胡适的故事 从1917年到1925年 胡适回国的声望呢 经历了一个从高到低的一个大幅的曲线 五四运动之后 青年们越来越往激进的革命路线上靠近 而胡适呢不但不要革命 还提出了好人政府 就是希望在北洋政府的框架之下来改良政治 1924年冯玉祥驱兵将末代皇帝赶出故宫 胡适认为这有备契约精神 为溥仪辩护 学生们马上马他复辟 1925年在年轻学死的心目当中 胡适甚至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反面 他的声望下降到了最低点 一个北大学生在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当中说 你已经从白齿干头掉下来了 1922年5月17日 胡适在家中正看书 突然电话响了 电话那边问道 你是胡博士 好极了 你猜我是谁 胡适很不耐烦 道 我听不出来 电话那端传来一阵笑声 然后说 甭猜了 我是宣统啊 胡适一下愣住了 他自言自语道 宣统 皇上 胡适在宫里安了电话以后 查电话簿 然后就给胡适打了个电话 本来是打着玩 然后说我想瞧瞧你 这胡适就真的就去见溥仪了 辛亥革命后 民国政府与清廷达成了大清皇帝辞位后至优待条件的协议 末代皇帝溥仍住在深宫中 在英国杨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 溥仪对红墙外的世界充满好奇 他知道新文化运动 也读过胡适的常识集 一个星期后 胡适在太监的引领下走进故宫养心殿 我称他皇上 他称我先生 他的样子很清秀 但单薄的很 市中略有古丸陈设 靠窗摆着许多书 抗基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 一个称皇上 一个称先生 其实就是一个称谓 宣通帝的地号是没有为废的 因为他是缠缠 等于是 他把清室缠缠给了共和 所以他称他皇上也没有错 其实 溥仪说他很赞成白话诗 谈及出国留学 他说 我们做错了很多事 到这个地位 还要迷费民国许多钱 我心里很不安 我本想谋独立生活 不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 但许多老辈人反对我 因为我一独立 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胡适和溥仪聊了二十分钟 出了宫 这个人呢 见面跟不见面 他是不一样的 他很想到国外去留学 他也很向往这种西式的 西方化的生活 所以溥仪他也当时一个少年 他也有挣脱牢笼的这种愿望在里面 胡适见溥仪的消息传出后 舆论哗然 很多人说胡适仍有封建臣民的情节 面对非议 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写了一篇宣童与胡适 李敖曾经在播种者胡适一文当中这样写的 他说显然的 以胡适今天所出的地位来看 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 过时的人社会早把他遗弃 至少是不再重视他 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毁欲交加的新闻人物 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一样 通通抓不到养处 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 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 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 说他叛道离京则渴 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 基本在某几点上 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 想不到这些平淡无奇的奇马言论 居然还不为人所容 请不吝点赞